大家好,今晚又是我周振元陪你看天氣 我們今天繼續受到庫熱帶高亞脊的覆蓋 我們香港的天氣情況是怎樣呢?一起來看看 下午在維港看出去,雖然看到整天都是一些積雲 不過我們的陽光是相當充沛的 看到多處地區最高的氣溫都是有33度或以上的天氣酷熱 酷熱天氣警告仍然是生效 轉過來看看大範圍的衛星形象 可以看到附熱帶高亞脊覆蓋整個中國東南部 這一區的天氣是普遍晴朗的 來到今晚和明天詳細的預測 預測是大致天晴和酷熱 但局部地區是會有驟雨的 今晚最低的氣溫大概是28度 明天市區最高的氣溫大概是33度 新界會再高一兩度 風方面就是吹和緩的東至東南風 而預測明天的最高之外線指數是12 強度是屬於極高 如果你要逗留在戶外的話 記得要做足防曬的功夫 再看看電腦的預測 在未來的一兩天 南海中部會有一個低壓區逐漸發展 我們預計 與相關的不穩定天氣 到周末至下周初 就會影響華南元朗地區 最後看看8天的預測 我們只望周末和下周初 就如會增多 今晚看到這裏 下次見 等下周末地區 周末地區 請問一下 我們請問一下 周末地區